大家好 我是超哥 欢迎来到超哥大话题 今天是一个平凡的日子 今天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就在今天凌晨12点的钟声音 刚刚敲响那时候 很多梅西的球迷 包括超哥的粉丝 我就在看到大家用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的方式来庆祝世界足坛 历史第一伟大球星梅西 他的生日快乐 首先呢 我也要祝我们的球王梅西 伟大的梅西 生日快乐 希望他能够在今后的日子里呢 能够事事顺心 生活如意 身体健康 包括能够多踢好几年 这个是我的一点点祝福和小私心吧 真的 就是看梅西踢球啊 真的是一个享受啊 你就是感觉场上拿球的人 一种是梅西 一种是其他 对不对 包括处理球的方式 就是我认为当年白岩松老师有一句话说的很好 就是说按解题能力来讲的话 他是这么说的 就是其他人拿球怎么做 他知道 对不对 那么梅西拿球怎么做 他不知道 当梅西这个动作做完了之后 他就想 哦 原来可以这样提 而且呢 感觉比他的那种想象的想象的还要好很多 这个就是梅西 这个就是梅西 为什么说他这么厉害 对吧 为什么说这么好 咱们就是说两方面来讲 第一 球技 球技我感觉这个就是真的能说的脸特别的我 你知道吗 就是射门 对吧 梅西射门咱们就不用说了 任意球 对吧 但是我感觉现在我看梅西反而更享受的是他的盘带 因为梅西啊 他的这种射门 我感觉就是咱们再喜欢看进球 都说实话这么多年 进的各种各样方式的哈 多少有点这个有点审美疲劳 但是现在这个传球 真的是让人们就是大开眼界 你比如说在这个11位当中 面对贺兰注控莫丽娜的那一个球 就是前一阵子 拜安森往时采访梅西的球 重点说了一下 对不对 当然了 其实普通人都看到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传球 这不是说你一般人谁都能传的 但是梅西呢 就是轻描淡写的 简简单单就是从厂商的位置啊 队友的跑位啊 西游灵溪啊 当当当当当 就说了简简单单说了 并没有过分夸大了自己 就是说这个球 他传的这个作用 当然了 这个就是梅西的人品啊 人品咱们放到一会再说 其实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这个球传的太难了 而且是传了一个小门 对吧 传了一个荷兰队球员的小门 对吧 就是一小球把整个荷兰队的这个防线都被打出了 当然了 还有这个格瓦叼尔的那个 对不对 梅西戏耍格瓦叼尔的那个穿球 穿给小蜘蛛玩瓦雷斯 这个还是说稍微近一点 对不对 就是在事业里 你要是说这个上个赛季在法甲 就是当很多人都传直线斜线的时候 梅西过顶球拿捏的已经 就是登峰造级 对吧 所以说就是特别愿意看梅西传球 当很多人都已经固定的 我就会传直球 我就会传直线 我就会传天地 我就会传斜45度的时候 梅西就是已经各种空天地一体 你永远也想不到他下一个动作要做什么 所以说呢 这个技术这方面 我感觉就无需多数 你说你都已经是球网了 你说我还说别的干啥 是不是 我感觉就苍白啊 对吧 真的是很苍白 那你要说人品的话 我感觉我喜欢梅西 真的是啊 那一句话 始于球技 终于人品 其实我看了很多很多的这种足球运行 他们有的 名气大的 其实说白了 不是说人品不好 就是规范自己那方面 做的不是很到位 有点随心 随性 我想干嘛就干嘛 对不对 就是名气大的 约束不了自己 能约束自己的 名气还不大 那么梅西这一方面 我感觉真的是两个标准 都坐到了这个顶尖 你要说首先名气 技术能力 这方面 那梅西都球网了 他肯定是前五古人 后来者 历史第一嘛 对不对 就在前五古人 后来者 历史第一的情况下 他还能把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做好 而且还是超格的完成任务 这一点我感觉就很难懂 对不对 一个匹敌天下的人 一个登顶世界求王的人 他的性格还是那么温暖的 见到人之后 还是会带有一点小修饰 过来之后呢 永远的那么热爱家庭 永远的那么团结队友 对待所有人都是那么谦虚 丝毫没有我说 我想坏谁一下了 我想因谁一下了 丝毫没有这种 都是说 我的想办法我占点便宜 丝毫没有 完全没有 这个就是梅西永远是在包容 接纳 付出等等 所有的这种优秀的品质 我感觉这个就是才让我深深迷上梅西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因为这些 所以说呢 说到最后 可能有点乱 可能有点语无伦次 没办法 一谈到梅西呢 就激动 这个一说梅西的这个优点就更激动 所以说有的时候 不知道从何说起 甚至达到一种 词穷的状态 那我感觉 如果说一个秋星 能让你对他说好话都说到词穷 我感觉全天下也仅梅西依然 最后 还是祝贺 祝福我们的秋王梅西 生日快乐 欣赏市场万事如意 身体健康 多提几点 好了 我是超哥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了